臉書滿滿貼上與侄女的合拍影片 絲毫不厭對於能有自己小孩的渴望 前主播汪佑和酋子十七年始終未果如今 終於傳出喜訊 老公周守遜臉書PO上與兩個愛女合照 原來早在去年夫妻倆便已喜貨千金 甚至一度傳出是兩人婦沒找 帶領孕母得到成果 再走另外一條路 本人證實確實有富美甚至花了上百萬元 但始終失敗 最終在有人關鍵的一句話 讓他決定在太平洋 出養機構告訴我們說 有一個小朋友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你們覺得合不合適 之前幾天吧 就有一個很久沒有聯絡的好朋友 他就說 我做夢夢到你 夢到你手上抱著一個小朋友 然後你很開心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覺得 他就去告訴我說 那這就是我們要的小朋友 也許他只是剛好 借了別人的肚子把他生出來 一句借用別人肚子生的比喻 增添幾分神秘色彩 世上十七年來 包括試管嬰兒人工受 孕打了無數排卵針 吃保健食品到民俗療法等等 汪悠河花了近千萬 只未能生得一詞 放棄他 只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沒有辦法給這個孩子 比較好的生活 那我覺得其實那是一種 非常偉大的情操 新年一轉 人生大不同 生性生育放一邊 養育大國天的道理 汪悠河強調 將會全心全意 將自己投入兩個愛女 借了有請張宇軒台報導